新冠肺炎除了会引发嗅觉上失 发烧发冷呼吸道的症状之外 也很容易出现神经学的症状 比如说疲倦 头痛 肌肉酸痛 肌肉无力等 有研究统计 轻症的患者甚至高达四成到五成 可能会有这样的表现 而除了在急性期的症状 有些确诊个案在康复后 可能出现长新冠症候群 也就是说虽然已经测不到病毒 但却有疲倦 头痛 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状 有些神经科的疾病 其实也是染疫后预后不佳的危险因子 就以中风为例 和没有中风的病患相比 中风的病患染疫后 重症和死亡的风险都高达三倍以上 其他的话像是癫痫也有类似的现象 染疫以后重症跟死亡率都高出70%左右 其他像是失智症 帕金森症症 也都是高危险族群 美国渡兰大学研究团 对探讨新冠病毒对神经组织造成影响 结果发现大约有五种与人类感染病毒时 会出现相似症状 像是脑部明显发炎 神经元损伤 细胞凋亡 轻微脑出血和慢性脑缺氧 北龙神经内科组织医师 赖冠林指出周边神经系统像是神经肌肉 以及神经肌肉结合点等部位都是很容易受新冠病毒攻击的地方 以周边神经来说新冠病毒可能造成单一条神经的侵犯 因此每个人的表现可能都不一样 目前我们手上最有效的力气之一就是疫苗 施打疫苗能够有效地减少重症住院率和死亡率 有些研究显示 甚至能够减少染疫后的长新冠症候群的风险 根据国内的统计数据 一千两百万完整接受过三剂疫苗的人 只有七十二人发生了中重症 英国研究有提到 百分之二十四被新冠病毒感染的民众 可能会有脑雾的现象 精神不清醒的感觉 整体来说 仍然以重症患者病发神经症状的机会来得大 但不代表轻症就可以完全豁免 治病激转可能会包括缺氧 发炎反应免疫调节失调 还有自由基的产生 破坏脑部的血管 罹患肺炎的患者 做长期的追踪才有办法 跟没有罹患的人来做风险的比较 因此为减少因为新冠肺炎 产生的神经症状的后遗症 仍然来呼吁民众 尤其是高风险患者 尽快打好打满疫苗 在COVID感染的病患 他也会因为有一些重症的情况发生 而造成身体必须要把多余的能量 提前去供应作战 造成肌肉以及神经受到更大的影响 目前有许多民众对疫苗扔抱持者疑虑 因为副作用等原因而不愿接种疫苗 不过根据世界各国的研究 整体而言接种疫苗的好处远远超过坏处 欧洲神经学院发出声明 强调神经科疾病是染疫后 重症或死亡的危险因子 劝导病人主动积极接种疫苗 降低重症与死亡风险 TVBS新闻 廖广斌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